柳京酒店 世界上最高的酒店成为朝鲜的一张名片 1987年工程启动之后 在很短的时间内 酒店的基础框架就被建成了 不过仅在1992年 整个工程就因为财政困难而停工 一直到2008年才开始重新施工 尽管朝鲜官方宣称柳京酒店已经在2011年竣工 但这座酒店至今从没有接待过任何一位客人 整个建筑一直被闲置着 那么柳京酒店的神秘究竟是从何而来 它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酒店 屏幕前的你我是否还有机会成为柳京酒店的客人呢 本期节目中 我们将向您介绍这座被诅咒的酒店 朝鲜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之一 朝鲜政府很少允许外界 真正去了解当地社会的真实现状 但独裁者却非常注重对自己的形象包装 在朝鲜国内 政府不断在首都平壤建造各种宏伟的建筑 豪华的高楼和高大的纪念碑 其目的是证明他们的统治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现代 富裕和稳定 了解平壤柳京酒店 我们需要简单回顾朝鲜的历史 1945年之前 朝鲜是属于日本的殖民地 二战结束后 朝鲜被分为两个占领区 南部由美国控制 北部则由苏联占领 之后 韩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并向世界开放 而朝鲜则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共产主义极权国家 1950年 朝鲜战争爆发 持续了三年的战争共造成400多万人丧生 并最终造成了朝鲜的分裂 自那以后 38度线将朝鲜半岛的居民分隔在了两个世界 尽管战争已经结束 但由于韩朝双方没有签署任何停战协议 所以两国的关系至今仍处于战争状态 1986年 一家韩国公司在新加坡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酒店 226米高的威斯汀斯坦福德酒店 两年后 韩国甚至还举办了奥运会 对于朝鲜来说 敌对国家的经济崛起 当然是对自己的一种羞辱 当时朝鲜的独裁者金正日对此感到无比愤怒 于是 他做出了回应 1989年 朝鲜举办了自己版本的奥运会 也就是世界学生运动会 来自177个国家的1万多人来到了平壤 为此 朝鲜花费了40亿美元来进行基础建设和美化 在修建了新的街道和体育场的同时 一座新酒店的建设也在计划之中 那就是高于世界纪录104米的柳京酒店 从此 朝鲜也将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酒店 相比之下 它甚至比埃菲尔铁塔还要高出30米 柳京酒店的设计是独一无二的 这座建筑将由三个翼组成 每个翼以75度的角度倾斜 并朝顶端的锥形部分汇聚 这种形状让人想起金字塔 山峰或者朝鲜政府梦寐以求的导弹弹头 大约3000个客房分布在105层楼 整个酒店的使用面积达到36万平方米 还设有保龄球馆和夜总会等设施 在酒店顶部的锥形部分还将有五家餐厅 为了欣赏到360度的全景视野 这部分建筑甚至可以旋转 这种设计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 1987年 朝鲜开始建造柳京酒店 并计划在两年后的朝鲜世界艺术节时 隆重开业 尽管这座105层酒店的股价建设速度很快 但是没过多久 工程便由于各种原因停滞了 国际客人不得不被安排入住其他酒店 有经酒店的开业日期也被推迟到了1992年 1991年 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 随着苏联时代的结束 朝鲜失去了最重要的资助国和盟友 一年后 柳京酒店已经修建到了330米的高度 这让它成为了平壤最醒目的建筑物 尽管还没有完全完工 盛大的开业也未能实现 但此时 这项工程已经耗费了大约7.51美元 朝鲜政府缺乏继续建设所需的资金 在仍然坚持了一段时间后 直至1993年的完全停工 这个被寄予众望的工程项目 变成了朝鲜政府的耻辱 柳京酒店只是一座连窗户都没有的灰色骨架 看上去就像一座黑暗的混民土金字塔 只有建筑最顶端已经生锈的吊车 在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在柳京酒店为期数年的建筑过程中 朝鲜人民在不断承受着深度贫困带来的痛苦 朝鲜不断陷入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 爆发了严重的饥荒 物资能源短缺 医疗系统的崩溃 在朝鲜世袭领导人的独裁统治下 这些状况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 朝鲜政府也经常出于政治原因 拒绝急需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这一切都和柳京酒店的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 与此同时 柳京酒店也突然在所有官方照片中不见了 朝鲜当局把所有对外公布的宣传照片 都做了特殊处理 让这座象征着政权失败的建筑就这样消失了 在柳京酒店停工近15年后 突然有了新的进展 作为朝鲜政府与埃及电信公司Orescom交易的一部分 后者计划把柳京酒店的窗户 和外墙建设完毕 2011年 金正日去世 他的儿子金正恩上台 同年 有京酒店的基础建筑工程完毕 德国豪华酒店集团肯宾斯基宣布 将把建筑的上半部分设立为150个酒店客房 可就在酒店即将开业之际 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2013年 肯宾斯基集团 由于朝鲜和西方之间加剧的政治紧张关系 取消了这个项目 直到今天 有京酒店从未正式开业过 在不接待客人的同时 这座建筑物也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也正是因此 它得到了被诅咒酒店的名字 即使它的外观非常雄伟辉煌 也无法掩饰其内部残留的衰败 分析人士甚至认为 酒店的建筑结构非常不稳定 因为它缺少用于支撑的钢结构 整个建筑只是依靠混凝土堆砌而成的 2014年 平壤就发生了一起 类似混凝土结构高层建筑的倒塌事故 不过 朝鲜作为一个以和试验 贫困 打压人民和洗脑宣传而闻名的国家 当然也不会这样就轻易善罢甘休 自2018年起 有京酒店也开始了自己的宣传使命 它的外墙被安装上了数十万个LED灯源 屏幕上播放着每隔四分钟就循环播放的政治宣传视频 塔顶上的吊车也被换成了一面巨大的朝鲜国旗 象征着虚假的力量 富裕和权力 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京酒店已经注定成为了朝鲜政府极权独裁失败的象征 当我们看穿它的外表 我们还会看到朝鲜社会中最残酷的现实